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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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就是苦的境界 顺就是乐的境界 我们这个知觉性的体 若离开离合和起来这一种望尘 以及为顺这种望尘 即离开离合 为顺这两种的成像 这个触觉也就没有一个本体 它是没有字体的 像这样 阿难 你应该知道 这种的知觉性 虽然说它觉得有离合这种的成像 可是这个知觉的性 不是从离合来的 也不是从微顺而有的 也不是于身根上生出来的 也不是从空生出来的 什么道理呢 要是因为相合起来有这种知觉性的话 那两掌离开的时候 应该就没有这种知觉性了 既然离灭了 怎么你还会觉得有离呢 这个顺的境界和逆的境界 就是苦的境界和乐的境界 苦乐这两种的像 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怎么说不是从身根生出来的呢 假设你说是从身根生出这种的触觉 你就没有离 和 为 顺这四种的形象 这样 你的身自己知道自己 可是这种知觉性 也是没有自信的 你若说这知觉性是从空里边生出来的 空它自己知道觉 这与你的深入又有什么关系啊 以上这种种的道理都不是 那么是怎么样呢 因为这个 所以阿南你应该要知道 深入的这种境界也是虚妄的 本来不是因缘生 因缘灭 也不是自然生出的 这也是从真性菩提的妙性里生出来的